大家好,我是蘭果 今天是2024年8月7日 又是美麗新香港樓市速遞的時間 今天的標題是 《詳實被迫做生意》 大家是不是很奇怪? 詳實一間這麼大公司 都有人迫到它嗎? 其實不是迫的 不過有了一間Coworking Space退租 一直找不到租賣 詳實的裝潢這麼漂亮 不要浪費了 想著自己拿回來做到這個共享辦公室 這次我覺得詳實是打錯算盤的 一定失敗這本生意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我會在後面跟大家解釋 波叔家族又有消息 在去年以為賣得出那間酒店 他已經是虧了50%酒店賣出去 但怎料突然傳出來撤Q 無緣無故賣了 為何還會撤Q 待會還給大家解釋為何這次會撤Q 而今集也和大家看看一些二手成交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今集的量 在未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的 請你幫忙訂閱 請贊同及分享給朋友 以後時間的話 請幫忙看完廣告 多謝大家支持 早幾年有一件生意很流行的 就是Coworking Space 中文易度共享辦公室 幾乎差不多成宗富豪的熱勢組 每個人都有玩到 今天波叔的兒子也有玩過 當時那個Coworking Space 就開在自己的官堂物業上 成宗有幾個富豪的第二代 我們叫熱勢組也好 叫第二代也好 都是有玩到 結果大家都知道 每個人都失敗了 除了這些本地的熱勢組 開這些共享辦公室之外 有一間很大的 叫做WeWork 當時想著上市 後面有很多基金支持 結果大家都知道 每個基金都撤資 因為這一行沒得做 其中一間公司 是以新加坡為基地的國光龍 共享辦公室的營運商的名字 叫做The Great Home 這間The Great Home 在一年之前 就過來香港 租了長江集團中心 45樓全層 當時就簽了5年租約 誰知道玩了一年貨 知道怎樣? 沒得做 其實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去年才做 其實在疫情的時候 已經知道沒得做旅行 疫情之後 大家再開完 更加知道沒得做 去年才過來香港 做真的很奇怪 你現在原本簽了5年租約 你現在提早搬走 我想要去賠優客租期的租金 也挺麻煩 搬走了之後 其實長江嘗試減租 我們看看45樓有多大 總面積是21,000多呎 所以當時 The Great Home 就以320萬一個月 作單位 搬走了 長江就立即減租了 由320萬 減到288萬 維希利的租金 每一呎 就是135元 過了一段時間 都是沒有人租 在今年年中 再將租金減到265萬一個月 即是赤租就跌到120元 仍然沒有人租 那長江看到沒有人租 一天看到裝修和傢俬也在 那長江自己立了來做 我相信長江這個決定是失策的 他為何會失策呢 根本整個市場 是沒有得做 尤其是香港 因為香港一直都是商務中心 是吧 那其實這些co-working space 和商務中心很相似 只是多了一個活動空間 譬如外面的桌椅也共用 一個大桌也共用 但是這些來說 在現在的經濟底下 根本沒有人租 因為以前 經濟蓬佩當時 他們租4000元一個月 只要買這些租桌 都租不完 那不然間間都會倒閉 是不是呢 房間更加貴 房間更加不會有人租 那三年疫情底下 很多外資都撤走了 很多公司倒閉 很多人在家裏工作 就不需要有個寫字樓 所以這些co-working space 即共用辦公室 每間都失敗 沒有一家會成功 長江今次自己赤薄上身 是如何省下租金 但是很可惜 其實你減一下租 我覺得租得到 現在你820元一呎 租不到60元呎 就可能有人租 這些始終都是一個失策 整層樓來說 我覺得你只可以維持到 即是皮費 甚麼是皮費 燈油火納 以及可能請兩個女生 坐在接受 我想是 還有一些人打數 或者一些清潔 都可以維持到 你的收入 但就維持不到租金 租金一直都維持不到 所以其實長江這盤生意 其實是打錯了算盤的 我覺得最後 他都會 我想他做一年或兩年之後 他都發覺是不行的 即是將他還原了 便宜些租了出來算數 又有波叔家族賣貨的消息 在去年的9月 市場曾經傳出 波叔家族 曾經以5.6億 估出他們持有的旺角 玉日酒店 當時5.6億這個價錢 已經是虧了49% 可惜最近傳出消息 怎樣 我先說一說 為什麼他會先 通常你買到這麼大 人們都是想省回引花稅 那怎樣可以省回引花稅呢 當然是買公司 你買公司的引花稅 就很少很少 通常我這些交易都會是買賣公司的 我相信當時的買家 亦都是談過了價錢 5.6億就買去公司 那買公司不是即是成交的 那大家要怎樣 那些買家要進場 做一個legal duty 和一個finance duty 就是看看這間公司的數據 有沒有問題 那律師進來進場 看看這間公司的法律文件 有沒有問題 那一路做 通常做三個月至半年 正常的時間 差不多今天時間 去年九月至今 差不多大半年 終於 我發覺 他們可以用一個藉口 就是 我發覺一些finance 或者一些legal 有問題 可以拒絕不買 那 不買就是 大家好像現在這樣站在那裡 就算 本來是沒有問題 finance沒有問題 legal也沒有問題 但是怎樣 現在的樓價跌了 去年九月5.6億 現在肯定又跌了價 那賣家當然是縮沙 找一些藉口 在雞蛋裡挑骨頭 挑到不買為止 一定有很多藉口 一定有些東西 有些問題 你有心買 這些不是問題 你沒有心買 這些東西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很多都是買賣公司的出事 如果是買賣物業 通常在林藥那裡 鎖死了 大家便賣便賣 但是買賣公司 就不能這樣鎖死 所以我覺得 買家突然想退太縮沙 雞蛋裡的鐵骨頭 就不買 雖然我們今天取消了 我們也看看 這間旭日酒店的詳情 旭日酒店 在旺角的波蘭街60號 全棟樓高30層 地盤遠跡4,000呎 總建築避跡48,000多呎 地下和一樓 就是酒店大堂和商店 而五樓至三十二樓 就是客房 總共提供199間酒店客房 看回資料 這間酒店 波蘇家族 去年7月 拿出來 當時他們想賣的 意向價是7.3億 最後 在9月 才有買家 以5.6億成交 即是每一間客房 當時的作價是281萬 一般來說 在高峰期 約400萬 一間客房 現在便宜了多 以建築面積計算 成交赤架是1萬1千多元 我們看看是多少錢 波蘇家族 在2018年 以11億 在英國賣 即是去年9月的5.6億 計算 其實已經賣了49% 或者是賣了5.4億 現在5.6億 賣不到的時候 繼續向下調 我相信 銀主 會拿了這間酒店 自己賣 因為始終你也是賣不到的 所以銀主也是接管了 接管了 都是銀主自己賣 再賣出來的 今天價錢一定是便宜過5.6億 又有新盤 貨美減價 今次是星星地產的元朗 新盤雨後 雨後已經不是第一次減價 早一期已經又減過了 今次相比舊年價錢 又減了25% 大家會發現 是不是很慘 哈哈 是的 你越買越便宜 我們詳情就不說了 因為其實 他就說 今次拿了41火出來 下週日就是11日 以仙老仙德形式發售 那麼 貨美的41火 相信我都賣不到 現在他的折述的赤價 就是1萬元 去到11萬元 其實不是貴的 不過現在的市場也很難去貨 或者我舉個例子 究竟他會減成怎樣 我們用單位來看一個例子 以這個9樓J室為例 實用免費是592呎 現在折述的售價是627萬元 赤價是1萬來500多元 如果去年3月成交低於一層 即是8樓J室 即是剛剛低於一層 成交的赤價是14000多元 即是貴了3500元 今次的減幅就接近了25% 即是你遲一年買入 而且還可以買高一層 還可以便宜你25% 你想想想吧 而一些新樓 如果經常叫大家買新樓 買最後那期就好 比你買第一期 好了 現在我們看看一個豪宅 它的赤價已經跌落了一個屋邨價 那麼這個豪宅就是哪裏 就是這個軍牌 有一間四房戶 它的赤價只做15000元 業主持貨六年都要輸1070萬走 那麼我們看看它的地址 它的地址 它的地址就是 阿加路街軍牌第五座低層B室 上面是16111尺 屬於一個四房間隔 那麼日前 剛剛以這個2500萬 逆手 赤價只剩下15518萬 所以為什麼說跌落到屋邨價 即是等於大屋邨價 我們看看這個業主何時買回來 這個業主在2018年高峰期 是以3570萬買入這個單位 今次的易手只剩下賬 都未計其他的集費 已經虧了1070萬 那麼單位在六年之間 就貶值了30% 如果計算集費 就不止30% 所以其實豪宅就虧到大大鑊 大家知不知道 不要以為豪宅有錢搜 豪宅才搜不到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成中那麼多名人買了豪宅 每個人都很大鑊 而這些二手盤 就算是持貨 十幾年 其實都要虧 正如我一會和大家說 一個現崇間的四房 這個業主持貨十二年 都要輸14%離場 那麼我們看看 這個單位 就是現崇山的第二座高層D室 上面積是978呎 是四房一套連儲物房的間隔 可以看到煙花徑 最新是以1800萬 就逆手 赤價只剩18000多萬 原業主是2012年 即是12年前 是以1966萬 就一手賣入 持貨12年 賬面就虧了166萬 或者8.5% 如果加上洗費 這個業主大約要虧 就是276萬 或者14% 現在香港的二手樓價 已經在時光倒樓 回到十幾年前 即是坐時光機 沒辦法 現在香港樓整體都在向下 接下來還要下跌 大家就要一人手 千萬不要買樓 星期五就開賣這個Loforan 今次的赤價都貴12000多元 所以我想我也要調整一下 我的估計 不如我調整它7貨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壞 真的 那我就調整了 Loforan 我估計 她是賣7貨 哈哈哈哈 如果真的賣7貨 大家就只有笑 看看 乱乱哥 今次猜得不準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 以及收睇 拜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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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